在香港疫情爆发 抗疫形势 异常严峻的紧要关头 习近平总书记 对香港抗疫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提出三个一切 两个确保的重大要求 充分体现了 中央对香港同胞的深切关怀 对香港疫情形势的科学把握 对香港防御抗疫的强烈支持 为香港社会同心抗疫 共克时间指明了努力方向 坚定了毕生信心 汇聚了强大动力 我们欣慰地看到 连日来 香港特区各方面 响应号召 正在谋划推出 一系列举措 林郑特首和特区政府 表示 将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全力推进抗疫工作 立法会高效审议通过 第六轮防御抗疫基金 拨款申请 不少议员提出了 见识性意见 医护人员在抗疫区 不辞辛劳 努力守护市民健康安全 爱国爱港政团社团 驻港中资企业等 也各尽其能 请力为抗疫 提供资源 抗疫情 最宝贵的是信心 最重要的是团结 最客气的是行动 今天我们一起会商 就是要推出一批 重新抗疫的 实际行动 华盛集团 除向基层社区 捐款捐物外 还通过增强跨境运力 加强货物组织 投放等方式 全力保障 基本食品供应 积极稳定市场物件 下一步 华盛集团 与其他驻港中资企业 将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一切 和两个确保的重要指示要求 增加水路运输航线 千方百计 保障供港食品 及供水供油供气安全 团出符合要求的酒店 供特区政府作为隔离设施使用 助力提升核心检测 检验能力 为检测企业增加设备和人手 做好检疫中心的物业管理服务 支持配合特区政府 加快建设 隔离及治疗设施 为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提供人力支持和服务保障 为基层市民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 开展立民会民活动 做到食品日用品 打折不涨价 继续推出金融纾困措施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我本人的新华集团 数日前也致函特首 捐出十万份快速测试包 协助抗议 接下来我们将发动工商界 再一次发扬私者三下精神 积极配合特区政府 发动各界朋友尽快接种疫苗 同时呼吁更多的企业 实施居家办公 特别要号召大企业 大业主提供 习当的租金减免和折扣优惠 尽可能减轻各行各业和市民的负担 全力打赢香港抗议保卫战 我们现在马上采取以下的行动 以香港人气有向 全体MIRROR为抗议大事 哈希宣传片鼓励民众 居家抗议 政府卫生处健康日线提供三千条 特务服务线路支持 回答民众的提问 辨证十万套快速测试套装 和十万个食物套餐 我们已经寄做了一套抗议宣传片 来感谢祖国的支持 以及呼吁香港市民团结抗议 现实市面上最严重短缺的 这是派出的检测包 大联盟今天派发了五万份 派出检测包给有需要的人士 包括我们给议员管理局的 前线的员工 以及请教助 大星期会再购买25万派 25万份派发给有需要的人士 同时我们也知道 前线的工作人员 没有出旧的保护的衣服 大联盟也争取了 14万个成人的面罩 7万个儿童的面罩 及7万套房屋的服 会安排下个星期派发给前线的工作人员 例如清洁工人 安老院的员工 地区的义工等等 希望在疫情下 全港市民动员起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同战性疫情 非常感谢 中联班举办香港社会同性抗疫行动 会上会 发动了香港社会各界代表 以此为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出力 我衷心感谢 习近平主席 就香港特区抗疫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特区政府 定当案指示 确实负起主体责任 清尽全力 坚定意志 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做到习主席要求的 三个一切和两个确保 昨天 内地纪元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 四位专家 连同八位检测人员 和两台移动核生检测车 一台物资运输保证车 以率先抵达香港 开展工作 从刚才各界代表的发言可见 香港社会各界 医护白印 香港各方都已进入了 全面的作战状态 决心打赢一战 特区政府 必将全力以赴 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 对付疫情 团结香港各界 用好中央和各省市 给香港的支援 持身一致 以保证市民的生命和健康为首位 打赢一战 刚才各位的发言 又推出了一批重要举措 充分体现了 同心抗育的实际行动 比较高市长 肯定了社会各界的抗育热情 和实际行动 我概括了一下 目前香港各界围绕防御抗育 正在或想要采取的重要举措 有16项 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 有的已经落实 有的正在推进 相信大家 一落千金 能为抗育胜利 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 和精神激励 各位朋友 行动是最好的宣言 非常指实 要有非常指测 从联办 想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担担好 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全力协助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 做好远港抗育工作 全力推动爱国爱港阵营和社会各界 邻居同心抗育的强大力量 各位朋友 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 只要我们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 永逸前进 香港就一定能够打赢 抗育主体账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